张恨水金粉世家第五回春服为亲筹来宫景和歌台的小具同坐归车宋润青拜访了烟熙 这就犹如白丝上加了一道金黄的颜色一般 非常的好看 由外面一路拍手笑着进来道 果然我的眼力不错 这位金妻爷真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人 和我一说气味非常的相投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有了这样一个朋友 找时是不成问题 说着摆了几百头 冷太太一见便说道 二哥到人家那里去 还是初次 何以做这酒 宋润青道 我何尝不知道呢 无奈他一再相留 我只得多坐一会儿说着 一摆头道 他要跟着学师呢 我要收了这样一个门生 我死也闭眼睛 除了他父亲不说 他大哥是在外交机关 他二哥在阎务机关 他三哥在交通机关 谁也是一条好出路 他在哪个机关 我还没有问 大概也总是好地方 他也实在和气 一点少爷脾气没有 是个往大路上走的青年 冷太太见他哥哥这样欢喜 也不拦阻他 到了次日上午 那边听差 就在强缺口处打听 就老爷在家没有 我们七爷要过来拜访 宋润青正在开大门 要去上衙门 听到这样一说 连忙退回院子来 自己答应道 不敢当 没有出去呢 说着 便吩咐寒冠酒 快些收拾那个小客房 又吩咐寒妈烧开水 买烟卷 自己便先坐在客房里去 等后客进来 燕西却不像他那样多礼 静止就从墙口跨过来 走到院子里 先咳嗽一声 宋润青身头一望 早走到院子里 对他身身一一 算是恭迎 燕西笑道 我可不恭敬得很 是月墙过来的宋润青也笑道 要这样才不拘行计 当时由他引着燕西到客厅里去 竭力地周旋了一阵 后来谈到作诗 又引燕西到书房里去 把家中藏的那些诗集 一步一步地搬了出来 让燕西过目 燕西只和他鬼混了一阵 就回去了 到了次日上午 燕西忽然送了一桌酒席过来 叫听差过来说 本来要请宋先生 冷太太到那边去才恭敬的 不过新搬过来 尽是些粗手粗脚的听差 不会招待 所以把这桌席送过来 恕不能奉陪了 宋润青连忙一检查酒席 正是一桌上等的鱼翅全席 今年翻过年来 虽然吃过两回酒席 一次参与人家丧事 一次又是素酒 哪里有这样丰盛 在一看宴席之外 还带着两瓶酒 一瓶是三星白蓝地 一瓶是葡萄酒 正和脾胃 一见之下 不免垂涎三尺 当时就对冷太太道 大妹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她背的拜师酒呢 冷太太觉得她这话也对 便道 人家既然这样恭敬我们 二哥应该教人竭力做诗才是宋润青道 那自然 我还打算把他诗教好了 见一见他父亲呢 清秋在一边听了 心里却是好笑 心想 我们二舅舅算什么诗人 那个姓金的真也有眼无珠 这样敬重她 宋润青却高兴得了不得 以为烟熙是崇拜她的学问 所以这样的竭力来联络 索性坦然受之 倒是冷太太想着 两次受人家的重礼 心里有些过不去 一时要回礼 又不知道要回什么好 后来忽然想到 有些人送人家的搬家礼 多半是陈摄品 像字画古丸 都可以送的 家里倒还有四方秀的花鸟 因为看着还好 没有舍得卖 何不就把这个送他 不过请客之间 又配不齐玻璃框子 不大像样 若带配到玻璃框子来 今天怕过去了 愁出了一会子 决定就叫韩妈 把这东西送去 就说是自家秀的 紧经七爷 胡乱补壁吧 逐一决定 便把这话告诉韩妈 寻出一块花布包袱 将这四方秀花包好 叫韩妈送了去 那边的厅差 听说送东西来了 连忙就送到 烟熙屋子里去 这时屋子都已收拾得 清清楚楚 烟熙架着脚 躺在沙发椅上 眼睛望着天花板 正在想心事 听说是冷家 派个老妈子 送着东西来了 马上站起来 打开包袱一看 却是四幅相秀 这一见 心里先有三分欢喜 便对厅差道 你把那个老妈子叫来 我有话和他说 听差将韩妈叫进来 他见过烟熙一面 自然认得 便和烟熙请了一个安 烟熙道 冷太太实在太多礼了 这是很贵重的东西呢 韩妈人又老实 不会说话 他便照实说道 这不算什么 是我们小姐自己秀的 你别嫌他操就得了 燕熙听说是冷清秋的出品 更是喜出望外 马上就叫金融过来 赏了韩妈四块献羊钱 这些做庸公的妇女 最是见不得人家赏小钱 一见了就要眉开眼笑 你若是赏她钞票 她还不过是快货而已 为其是见了献羊钱 她以为是实实在在的银子 只由心眼里笑出来 一直笑到面上 如今韩妈办了一点小事 就接着雪白一把四块钱 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情 这一快货 朝代都忘了 连忙趴在地下 给烟熙磕了一个头 起来之后 又街上请了一个安 烟熙道 你回去给我谢谢太太小姐 我过一两天 再来面谢韩妈道 操活 你别谢了燕熙道 这是我的意思 你务必给我说道 韩妈道 是 我一定说道的 于是欢天喜地地回去了 烟熙将那四方相秀 看了又看 觉得实在好 心想 我家里那些人 会秀花的道友 但是从春一直数到冬 谁是愿意拿真的 二嫂成会场 盲口是讲着女子生活独立 我看她衣服脱了一个扭绊 还要老妈子缝上 佩方嚷着要秀花赛会 半年了 还不曾动真 冷家小姐 家里便随时拿得出来 我们家里人 谁敢得上她 她越想越高兴 便只往顺意一方去想 莫不是冷家小姐已经知道我的意思 不然的话 为什么送我这种自己所秀的东西 马上就把纸捡了一个样子 吩咐张顺去配进矿子 又吩咐汽车夫开车上 成美绸缎庄 这绸缎庄原是和金家做来往的 他们家里人 十成任的六七成 烟熙一进门 早有三四个活友 满脸堆下笑容来到 七爷来了 怎样白小姐没来 于是簇拥着上楼 有两个老做金家买卖的活友 知道烟熙喜欢热闹的 把那大红大绿的绸料 尽管搬来让烟熙看 烟熙道 你们为什么老拿这样华丽的料子出来 我要肃静一些的伙计听了说道 是 现在肃静的衣服也实心 于是又搬了许多肃静的衣料 摆在烟熙面前 烟熙将藕色印度绸的衣料挑了一件 天青色锦云葛的衣料挑了一件 藏青的花灵 清灰的春皱又各挑了一件 想了一想 又把酱色和葱绿的也挑了两件 活友问道 这都是做单女衣的了 现在肃静衣服很实心定绣花便 七爷要不要 烟熙道 绣花便罢了 你们那种东西 怎样能见人 活友还不知其所以然 笑着说道 给七爷看 很好的 烟熙道 不用看了 老师说 拿你们那种东西给人家看 准要笑破人家肚子的绸缎庄里 活友 无故碰了一个钉子 也不知说什么好 只得含着笑说 试试燕熙也没问义琪多少钱 只吩咐把账记在自己名下 便坐了汽车回家 金融见他买了许多绸缎回来 心里早就猜照了八成 搭讪着将绸料油桌子上要往衣橱里放 便问 是叫杭州的老祥 还是叫苏州的阿吉来财 燕熙道 不用 我送人金融道 七爷买这样许多好绸料 一定是送那家的小姐 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的送到人家去 太不像样子 燕熙道 是啊 你看怎样送呢 金融道 我想 把这些包的纸全不要 将料子叠齐 放在一个玻璃匣子里送去 又恭敬 又漂亮 那是多好 燕熙道 这些绸料 要一个很大的匣子装 哪里找这个玻璃匣子去 金融道 七爷忘了吗 上个月 三姨太太做了两个雕花檀香木的玻璃匣子 是金融拿回来的 当时七爷还问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何不借来用一用 燕熙道 那个怕借不动 他放在书头屋子里 装化妆品用的呢 金融道 七爷若开一个字条去 我想准成燕熙道 他若问起来呢 金融笑道 自然撒一个谎 说是要拿来做样子 照样做一个 难道说是送礼不成 燕熙道 好 且试一试便立刻开了一张字条给金融 那字条是 翠姨 前天所托买的东西 一时忘了没有办到 抱歉得很 因为这两天 办事社办得很有趣 明天才回来呢 贵处那两个玻璃匣子 我要借着用一用 请金融带来 阿七手柄 燕熙又对金融道 你要快去快回 就开了我的汽车去吧 不然 又晚了金融答应一声 马上开了燕熙的汽车 便回公馆来 找着翠姨使欢的胡妈 叫她将字条递进去 这胡妈是苏州人 只有二十多岁年纪 不过脸孔黑一点 一双水眼睛 一口糯米牙齿 却是最风骚的 金家这些听差 当面叫她胡家里 背后叫她骚大姐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和她玩的 就是她骂起来 人家说她苏州话骂得好听 还乐意她骂呢 胡妈接了字条问道 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们 上哪儿去了 金融笑道 我不能告诉你 胡妈道 反正不是好地方 若是好地方 为什么不能告诉人 金融笑道 自然不是好地方呀 但是你和我非亲非故 干涉不了我的私事 真是你愿意干涉的话 我倒真愿你来管那说话时 旁边一个听差里的路 正拿着一把勺子 在走廊下鹦鹉驾鞭 向石罐子里上水 她听说 便道 金大哥 你两人是单边换两俭 半斤对八两 要不 我喝你俩一碗冬瓜汤 胡妈道 你瞎嚼曲 说些什么 什么叫喝冬瓜汤 李德路道 喝冬瓜汤也不知道 这是北京一句土话 恭维和世老的 要是打架打得厉害 要请和世老讲理 那就是请人喝冬瓜汤了 胡妈道 那么 我和他总有请你喝冬瓜汤的一天 金融早经不住笑 李德路却做一个鬼脸 又把一只左眼目加了一目加 他们在这里和胡妈开玩笑 后面有个老歇的听差 说道 别挨骂了 这话老提着 叫上面听见 他说你们七五外省人 胡妈看他们的样子 知道喝冬瓜汤 不会是好话 便问老听差道 他们怎样骂我 金融笑道 德路他要和你做梅呢 胡妈听说 抢了李德路手上的勺子 一看里面还有半勺水 便对金融身上泼来 金融一闪 泼了那听差一身 胡妈叫了一声爱哑 丢了勺子 就跑进去了 他到翠姨房里 将那张字条送上 翠姨一看 说道 你叫金融进来 我有话问他 胡妈把金融叫来了 他便站在走廊下 玻璃窗子外边 翠姨问 七爷现在外面做些什么 怎样两天也不回来 金融道 适合一般朋友 立什么施舍 翠姨道 都是些什么人 答 都是七爷的就同学 问 光是做师吗 还有别的事没有 答 没有别的事 翠姨拿着字条 出了一会神 又问 借玻璃匣子做什么 答 是要照样子打一个 问 打玻璃匣子装什么东西 这一问 金融可没有预备 随口答道 也许是装纸笔莫艳 翠姨道 怎么也许是装纸笔莫艳 你又瞎说 大概是做这个东西送人吧 翠姨原是胡猜一句 不料金融听了脸色就变起来 却勉强笑道 哪有送人家这样两个匣子的呢 翠姨道 拿是让你拿去 不过明后天就要送还我 这是我等着用的东西呢 说着 便叫胡妈将玻璃匣子腾出来 让金融拿了去 金融慢慢地走出平门 赶忙捧了玻璃匣子上汽车 一阵风似的就到了圈子胡同 燕熙见他将玻璃匣借来了 很是欢喜 马上将那些稠料打开 一叠一叠地放在玻璃匣子里 放好了 就叫金融送到隔壁去 金融道 现在天快黑了 这个时候不好送去 燕熙道 又不是十里八里 为什么不能送去 金融道 不是那样说 送礼哪有个晚上送去的 不如明天一早送去吧 烟熙一响 晚上送去 似乎不很大方 而且他们家里又没有电灯 这些鲜艳的颜色 他们不能一见就欢喜 也要减少许多趣味 但是要明日送去 非迟到三点钟以后不可 因为要一送去 让那人看了欢喜 三点钟以前 那人又不在家 愁出了一会子 觉得还是明天送去的好 只得搁下 到了次日 一吃过早饭 就叫张顺去打听 隔壁冷小姐上学去了没有 去了几时回来 张顺领了这样一个差事 十分为难 心想 无缘无故打听人家小姐的行动 我这不是着嘴巴挨 但是 燕熙的脾气 要你去做一桩事 是不许你没有结果回来的 只好竟站在那墙的缺口处 等候机会 天使等人一久 半天也不见隔墙一个出来 又不能只走过去问 急得了不得 他心想 老等也不是办法 只得回里面去 撒了一个谎 说是上学去了 四点钟才能回来 烟熙哪里等的 便假装过去拜访 宋润清 当面要去问 一走到那墙的缺口处 人家已将破门底上大半截了 又扫兴而回 好容易等到下午四点 再耐不住了 就叫金蓉把东西送过去 其实冷清秋上午早回来了 这时和他母亲捡着礼物 见那些酬料 光艳夺目 说道 怎么又送我们这种重礼 寒妈在旁边 看一样 赞一样 说道 这不是因为我们昨天送了四幅绣花去 这又回我们的礼吗 冷太太道 我们就是回她的礼 这样一来 送来送去到何时为止呢 冷清秋道 那么我们就不要收她的爸冷太太道 你不是看见人家穿一件偶色旗袍 说是十分好看吗 我想就留下这件料子 给你做一件长衫吧 要说和你买这个 我是没有那些闲钱 现在有县城在这里 把她退回人家 你心里又要暗念几天了 寒妈拿一饼尺来 让我凉凉看 到底够也不够 极致找来尺一凉 挣够一件袍料 清秋拿着酬料 悬在兄面前比了一比 她自己还没有说话 寒妈又是赞不绝口 说道 真好看 真漂亮 清秋笑道 下个月有同学结婚 我就把这个做一件衣服 去吃喜酒吧 冷太太道 既是和人家结婚 偶色的未免肃静些 那就留下这一件聪明的吧 清秋笑道 最好是两样都留下 我想我们收下两样 也不为多冷太太道 我也想留下一件呢 你留下了两件 我就不好留了清秋道 妈要留一件 索性留一件吧 我们留一半 退回一半吧 冷太太道 那也好 但是我留下哪一件呢 商量了一会 竟是件件都好 冷太太笑道 这样说 我们全收下 不必退还人家了清秋道 我们为什么受人家这样的全分重礼 当然还是退回的好结果 包了两块钱利钱 留下偶色葱绿筹子两样 谁知寒妈将东西拿出来时 送来的人早走了 便叫寒官酒绕个大弯子 由大门口送去 去了一会儿 东西拿回来了 钱也没有收 他们那边的厅差说 七爷吩咐下来了 不许受赏 钱是不敢受的 冷太太道 清秋 你看怎么样 她一定要送我们 我们就收下吧 清秋正爱上了这些酬料 巴不得一起收下 不过因为觉得不便 受人家的重礼 所以主张退回一半 现在母亲说收下 当然赞成 笑道 收下是收下 我们怎样回人家的礼呢 冷太太道 那也只好再说吧 于是清秋把酬料一样一样的拿进衣橱子里去 只剩两个玻璃空匣子 清秋道 妈 你闻闻看 这匣子多么香 冷太太笑道 可不是 大概是乘过香料东西送人的 你闻闻那些料子 也沾上了些香味呢 有钱的人家 出来的东西 无论什么也是讲究的 这个匣子多么精致 清秋笑道 我看金少爷 也就有些姑娘派 只看他用的这个匣子 哪里像男子汉用的哩 他们正说实 宋润清来了 他道 哎呀 又受人家这样重的礼 哪里使得 无论如何 我们要回人家一些礼物 冷太太道 回人家什么呢 我是想不起来 宋润清道 当然也要值钱的 回头我在书箱里 找出两部诗集 送了去吧 冷太太道 也除非如此 我们家里的东西 除了这个 哪有人家看得上眼的力 到了次日 宋润清剪了一部长庆集 一部随缘全集 放在玻璃匣子里 送了过去 宋润清的意思 这是两部很好的板子 而且曾经他大哥 公凯戏注过的 真是不惜金针度人 不但送礼而已 谁知烟熙看也没有看 就叫听差 放在书架子上去了 他心里想着 愁料是送去了 知道他哪一天穿 哪一天我能看见他穿 倘若他一时不做衣服呢 怎样办呢 自己待着想了一想 拍了一拍手 笑起来道 有了 有了 我有主意了 立刻叫金融 打一个电话到大舞台去 叫他们送两张 头等包厢票来 这两个包厢 是要相连在一处的 不连在一处就不要 一会儿 大舞台帐房 将包厢票送来了 烟熙一看 果然是相连的 很是欢喜 到了次日 便借着来和宋润清谈诗 说是人家送的一张包厢票 我一个人也不能去看 转送给里面冷太太吧 这戏是难得有的 倒可以请去看看 宋润清接过包厢票一看 正是报上早已宣传的一个好戏 连忙拿着包厢票 进去告诉冷太太去了 那冷太太听说金家少爷来了 看在人家叠次客气起见 便用四个叠子 成了四叠干点心出来 烟熙道 这样客气以后 我就不好常来了 我们一墙之隔 常来常往 何必费这些事 只是你这边把墙堵死了 要不然 我们还可以同一个门进出呢 那个管房子的王德胜 性情非常怠慢 我早就说赶快把这墙修起来 他偏是一天挨一天 挨到现在宋润清道 不要紧 彼此相处很好 还分什么嫌疑吗 依我说 最好是开一扇门 彼此好常常续谈 免得绕一个大弯子烟熄道 好极了 就是那样办吧 我就能多多领教了 这是第一日说的话 到了第二日 王德胜就带着尼瓦将来修理墙门 那扇门由那里对这边开 正像是这里一所内院一般 开了门以后 烟熙时常地就请宋润清过去吃便饭 吃得完的 又不时地往这边送 冷太太见烟熙这样客气 又彬彬多礼 很是过意不去 有时烟熙到这边来 偶然相遇 也谈两句话 就熟识许多了 时光容易 一转身就是三天 到看戏的日子只一天了 青秋早几天 已经把那样偶色的酬料 献着裁缝赶坐 早一天就坐起来了 到了这天晚上 燕熙又对宋润清说 不必顾车 可以叫她的汽车送去送来 宋润清还没有的冷太太同意 先就满口答应了 进去对冷太太道 我们今天真要大大舒服一天了 金燕熙又把汽车借给我们做了 寒妈笑道 我还没坐过汽车呢 今天我要尝尝新了青秋道 坐汽车道不算什么 不过半夜里回来 省得雇车 要方便许多冷太太 原不想坐人家的车 现在见她们一致赞成 自己也就不值异议 吃过晚饭 燕熙的汽车早已停在门口 坐上汽车 不消片刻 到了大舞台门口 燕熙更是招待周到 早派金融在门口等候 一见他们到了 便引着到楼上包厢里来 那栏杆护手板上 干湿果碟 烟卷茶杯 简直放满了 那戏园子里的茶房 以为是金家的人 也是加倍恭维 约摸看了一出戏 燕熙也来了 坐在井隔壁包厢里 冷太太 宋润清看见 也忙打招呼 燕熙却满面春风的 和这边人一一点头 青秋以为人家处处客气 不能漠然置之 也起身点了一点头 燕熙见青秋和她行礼 这一月真出乎意外 眼镜虽然是对着戏台上 戏台上是红脸出 或者是白脸出 她却一概没有理会 冷太太和青秋都不很懂戏 便时时去问宋润清 这位宋先生 又是一年不上三回戏园子的人 她虽然知道戏台上所演的故事 戏子唱些什么 她也是说不上来 后来台上再演玉堂春 那小蛋唱着一一压压压 简直莫名其妙 这出戏的情节是知道的 可惜不知道唱些什么 燕熙禁不住了 堂台上还未唱之先 燕熙就把戏词先告诉宋润清 做一个曲色儿歌 始知闻之的样子 冷太太母女先懂了戏词 在一听台上小蛋所唱的 果然十分有味 直待一出戏唱完了 方才作声 因为这一出戏听得有味了 后来联系台上种种的举动 也不免问宋润清 问宋润清 就是表示问燕熙 所以燕熙有问必答 后来戏台上演戒东风 见一个人拿着一面黑布旗子 招展穿台而过 清秋道 舅舅 这是什么意思 宋润清道 这是一个传号的兵 清秋道 不是的吧 那人头上戴了一撮黄毛 好像是个妖怪 宋润清笑道 不要说外行话了 三国演义里面 哪来的妖怪 燕熙见他二人全说的不对 不觉对宋润清笑了一笑 说道 不是妖怪 和妖怪也差不多呢 宋润清道 怎么和妖怪差不多 当然不是神仙 是鬼吗 燕熙道 不是神仙 也不是鬼 他是代表一阵风刮了过去 一定要说是个什么 那却没法指出 旧戏就是这一点子神秘 清秋听了 也不觉笑起来 燕熙见他一笑 越发高兴 信口开合 便把戏批评了一顿 这时他两人虽没有直接说话 有意无意之间 以不免偶然搭上一二句 等戏将要唱到吃锦处 燕熙便要走 宋润清道 正是这一出好看 为什么却要走 燕熙道 我想先坐了车子走 回头好来接你们 宋润清道 何必呢 我们都坐这车回去好了 你那汽车很大 可以坐得下冷太太道 是的 就一道回去罢 这样夜深 何必又要车夫多走一趟呢 燕熙道 那可挤得很 宋润清一望 说道 一共五个人 也不多 燕熙见他如此说 当真就把戏看完 一会儿上车 清秋和寒妈都坐在倒座而上 燕熙道 不必客气 冷小姐请上面坐罢 清秋道 不 这里是一样燕熙不肯上车 一定要他坐在正面 于是清秋 冷太太 宋润清三人一排 寒妈坐在清秋对面 燕熙坐在宋润清对面 宋润清笑道 燕熙兄 大概在汽车上坐倒座而 今天你还是第一回燕熙道 不 也坐过的说话时 顺手将顶棚上的登机一按 灯就亮了 清秋有生人坐在当面 未免有点不好意思 低着头俯弄手卷 燕熙见人家不好意思 也就跟着把头低了下去 在这个当 不觉看到清秋脚上去 见他穿着是双黑线袜子 又是一双降色绸子的平底鞋 而且还是七成心 心理不住的替他叫屈 身上穿了这样一件漂亮的长衫 鞋子和袜子 这样的凑合 未免美中不足 只这一面之间 又决定和他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